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罗纳德雷根号进入府山岗 下周交与南韩海军在东海进行联合训练 2003年服役的雷根号搭载80多架飞机 包括FA-18召集大黄蜂战斗机和伊吐迪鹰眼空中预警机 被称作漂浮的军事基地 近船员有近5000人 美军表示此次航母访问和演习 还体现了海美同盟为维持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坚定意志 最近北韩将核武器的使用法制化 提高了发动第七次核试验的威胁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 雷根号航母访韩 不仅彰显美国会对北韩实施延伸威慑的承诺 更是对北韩释放强烈警告信号 新台湾电视台记者今夜李时久 韩国普山报导